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军事战争中将大刀引入军旅的势力也并不少见 多少抗暴欲辱 保江卫国的历史都有着大刀的影子 然而其中最令人畅快淋漓的莫过于抗战时期西北军的大刀队 以及传唱至今的那首《大刀进行曲》 《大刀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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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用刀的套路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刀法 二十九军大刀队所使用的刀法 就叫破风扒刀 后来破风扒刀被四处传播到中国军队中 成为了当时对抗日扣的主要手段之一 那么这套曾经威震日扣的刀法还存在吗 会不会失传了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们打听到破风扒刀并没有失传 而且他的传人就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里 经过四处打听 我们终于找到了破风扒刀的传人 现执教于甘肃城体校的郭乃辉教练 郭乃辉告诉我们 所谓破风扒刀 顾名思义 就是使用大刀的八套刀法 其每招每适都干净利落 刀刀可中敌人要害 是专门针对日本鬼子擅长刺刀的特点编制的 为了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破风扒刀的套路 郭乃辉亲自给我们演示起来 破风扒刀 共八刀四招 每两刀为一招 并配有歌诀 全歌共八句 一句一刀 迎面大批破风扒刀 掉手横徽使拦腰 顺风事成 扫秋叶 横扫千军 敌难逃 跨步 辽挑 四雷奔 连环提柳 下邪销 左右防护 平快取 一步换行 突刺刀 出于好奇 编导也请郭老师教了两招 看似简单的动作 却充满了杀鸡 一刀致命 非常简单 简单 实用 那这曾经让日寇 文风丧胆的破风扒刀 是谁创编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马凤图 马凤图在许多年前 已经去世了 我们有幸找到了 马凤图的三儿子 马令达老先生 我们会以为这个满城 莫年时候受迫害 他就毕业以后 他就走到关东了 他把贺北新的包机权跟皮袜权带到了东北 把东北的番子跟挫脚带到了贺北又带到了西北 这样的话他从东北回来的时候 又教了几年学在东北 回来到河南以后 正式加入到飞翔部队了 他当时飞翔部队加入的时候 不是光他一个 带着我的二叔 马银图 带着我的丁大的大哥 马光达 那么 马凤图到底和破风扒刀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还要从西北军说起 西北军是人们对冯玉祥军队的通俗称呼 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 其所属军队改称西北边防军 西北军由此而来 一把锋利无比的大刀 让侵略者们门风散打 这是怎样的一把大刀 在他的身上有着哪些传奇故事 中国西北角 破风扒刀 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西北军的武器装备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差的 因此不得不每人配备大刀片 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 另外冯玉祥还专门组建了手枪队 也就是大刀队 大刀队是老百姓管理的 哦 因为原来是手枪队 把他 因为人才不对 都别一把大刀 大刀就把他 那个队的话就叫大刀队 挑选的就是 部队就是身体比较好的 素质给他们好的 而且练过武术去 正如马先生所说 要想进大刀队必须会武术身体好 为什么会有这些要求呢 因为大刀队所使用的大刀也很特别 这刀啊 它是把子长 双手可以握 刀背很厚 它头上 它比较是 凸点就是方头的 宽 宽 厚 它重量的话 大概四斤左右 它不重的话 压力跟春就不够 在郭南辉家里 就收藏着这样的一把大刀 改编了一下 就是当年的那个重任务啊 形式啊 形象啊 基本上是跟当初一米一样 一比一的比较 重量上一比一 所以我们刀为啥要宽重 对 为了当时对抗日本的刀好啊 它这一砍进去以后 它可以把它卡住 对 可以卡住以后 它拔不好 把它再当格杀 有了方便使用的大刀 和优秀的官兵 还需要一套 简单实用的刀法 才能使大刀 最终成为 战敌制胜的有力武器 于是 冯一祥命令 马凤图等武术行家 训练部队 让它成立了 这个新武术研究会 新武术研究会的 主要是 把过去这些旧的东西 训练军队的旧的东西 去听了 过去这个 在分享旧部队的刀 也有刀啊 也有刀 它是25刀 但是还不够简化 真正运气不是这方便 经过我父亲 啊 这是改编了 就吃了 这个 八刀 冯一祥的 大刀队 原本有一套训练的刀法 可这套刀法 有25刀 虽然也很有威力 但是在战场上使用 就显得不够简练 在短时间内 不能克敌制胜 为了让刀法 更加简练实用 马凤图在原有的刀法中 融合了明代七纪光 新有刀法 和古代刀法 单刀法旋等 古典刀法的技法精华 简化成了现在的 拓风八刀 就这样 在西风口战役中 29军的大刀队 用简洁精炼 迅猛彪悍的 破风八刀 与日军展开了 一场又一场的肉搏战 最终取得了 这场战斗的胜利 不久以后 29军的大刀片 又一次震慑日寇 1937年端午节 及七七事变的前夕 驻华北日军 邀29军团以上军官 在北京淮仁堂联欢 实际上是一场炫耀 五十道精神的 现代鸿门宴 宴会中 日军中左松岛 竟拔刀起舞 表演刀法 曾在喜风口大战中 率大刀队夜袭日军 杀出大刀队威名的董生堂旅长 立刻找了一柄 刀刃还带着缺口的大刀 挺刀与松岛队伍 董旅长双手执刀柄 左砍右劈 虎虎声威 锋刃直指松岛 缓步逼近 松岛气举 只好收刀攻身退场 连欢最后在日军 无奈的嬉戏中收藏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 大刀成为机枪大炮以外最常见的武器 不管是哪个部队 都可以看到深背大刀的使兵 在那个时期 大刀成了顽强与勇敢的精神象征 战争结束后 马凤图定居兰州 把破风扒刀保留下来 并一直流传至今 我们这个大段间说 破风扒刀的话 还能保留下来 就是因为我父亲来到西北以后 传播通病权的时候 这些套路上还是贯穿着这个东西 马凤图去世后 他的大儿子马盈达先生 在保留破风扒刀原有技术前提下 用以扒刀为主体 融入了八部连环禁手刀和标摇刀的部分技术 丰富了原有套路 提高了观赏性 以适应现代的武术比赛 这个套路你在表演上不太好 因为全都是等着动作 它时间也不够 全都是上来就是批啊打啊格啊防啊 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套路你一直就是 我们自己就是下来自己这么练 没有在比赛上体验出来 现在跟过去你基本上没有啥区别 就在小的动作上 目前破风扒刀仍然完整地流传在兰州等地武术家中间 只是因为它的套路简单实用 表演起来不好看 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很难亲眼看到 这曾经名造一时的刀法 郭乃辉等一批武术爱好者 还在为把破风扒刀流传下去 做着努力 随着抗战封烟的渐进消逝 曾经威震敌胆的破风扒刀 已经鲜为人知 而当今表演套路武术的兴盛 更使这一简洁彪悍的军用刀术 日益淹没在满片花草周旋左右的表演武术中了 经过郭乃辉等的努力 原汁原味的武术已经慢慢受到了重视 现在破风扒刀已经成为西安体院 成都体院的硕士必修客 相信我国的传统武术会发扬光大 好了观众朋友们 这期的中国西北角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千万感谢您的收看 请大家继续关注甘肃卫视频道 关注中国西北角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